现在不止上海被封控 就连广州也宣布要加盐控管 当地居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 同时现在更紧急搭建方舱医院 不过面对了中国疫情多点爆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却现身海南三亚 考察种子实验室 习近平说种子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走访海南 除了视察当地的海洋科技发展 还前往位在三亚崖州湾的种子实验室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农业增产很大一部分的贡献 就是种子的贡献 我们的种子种下去一定要高产 让我们的地发挥最大的效益 甚至粮食对自己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习近平这回海南行再度重申 要端稳中国饭碗的决心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习近平不忘强调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因此要用自己的手抓紧中国种子 而不止种子的来源 要自主可控 更强调农作物种子繁育科技的自立 具有战略意义 海南有一首名歌唱过 久久不见久久见 久久见过还想见 然而习近平上一次献上海南道 已经是四年前参加2018年 博鳌亚洲论坛的事了 而去年习近平的开幕式致辞 则是在疫情下以预录影片的方式进行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 预计在20到22号之间登场 引发出多联想习近平这一回的海南行 是否有安抚人心之意 另一方面广东已经连事三天 通报新增确诊达两位数 其中广州更是重灾区 已经下令进入阮丰城 只进不出 并且紧急搭建房舱医院 喊出一个星期内 要提供超过3000个床位 也显示继上海疫情 蔓延到长三角区域之后 恐怕连珠三角都岌岌可危 环宇新闻 陆小平综合报道 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要来关注到的是美国通膨 那么白宫已经警告了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现在是居高不下 那么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了能源价格是不断的飙升 三月的通膨恐怕是会进一步的攀升 美国即将要在4月13号的时候 要公布他们的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么即将公布的三月报告 将会首次的全面涵盖了 包含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西方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所引发的结果 所以就包含了汽油在内的 所有能源价格的飙升 那么有经济学家他就表示了 其实年通膨率 接下来可能会是接近8.5% 这个是会创下1981年底以来的新高记录 那么连准会三月启动了升息循环 而且今年几乎是笃定了会大幅的升息 并且会开始缩减庞大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已经获得任命为联准会副主席的布兰纳德 他上周的时候就表示了 他说打压通膨是现在美国联准会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另外呢 联利厂一向是比较偏歌派的 芝加哥联准营总裁伊凡斯 他现在也是发表了鹰派的言论 他认为呢 其实到了5月的时候 大幅升息显然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升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 那他也预测了 美国的中信利率将会在2.25%到2.5%的范围当中 那么为了要让利率上升到中信的水准 他是不反对联准会在未来几次的会议当中 是有不止一次的升息两码 那么当然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其实让投资者他们是相当的担忧 所以能源股还有科技股带头下杀 来看到苹果的部分是下跌了2.55% 脸书的母公司Meta下跌了2.64% 另外亚马逊也是下跌了2.16% 那么微软现在是下跌了3.94% 那么到美股285.26美元 那么瑞银就指出了 受到个人电脑市场增长放缓的影响 其实微软的第二大业务 也就是Office365的营收成长 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减速了 那么汇图晶片大厂呢 回答其实他们也是大跌了5.2% 所以光是过去5天呢 其实就已经跌了20% 进入了空头市场 那么这档股票是从2020年3月以来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5天跌幅 如此重的一个情况 最后来看到特斯拉的部分 也是下跌了4.83% 到美股975.93美元 主要就是受到中国本土疫情的影响 因为现在中国的疫情是多点爆发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其实3月份的产量是55462辆的电动汽车 这个数字只比2月份的产量呢 是增加了154辆而已 再加上上海厂其实目前已经停产 两个星期左右 所以目前复工的时间依旧是遥遥无期 那么对此分析师穆雅他就表示说了 联准会设定要实施几次大幅度的升息 那么他们最早能够反转局面 放松紧缩政策的手法 其实把经济成长放在优先关注任务的时间点 主要就是会落在夏季中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要到夏季中的时候 警报才会解除 以上就这节的欢迎大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尽管国际不断提供援助的物资 但是乌克兰主要还是独自面对核武大国俄罗斯 外界要问乌克兰为何可以挺到这一刻 根据海外学者分析 从乌俄开战之前 美国疑似筹划这一次大战 有可能美国在幕后进行操盘 接下来透过环宇新闻点 带您了解美国操盘乌俄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1月发表声明 不会出兵帮助乌克兰 这一点看在国际关系学者陈一新眼中 反倒像是美国放话 引诱俄军攻打乌克兰 美国就得以主导战事 让俄罗斯陷入战争迷闹 有哪些迹象指向美国 疑似在幕后操控呢 首先美国指导乌克兰的战略 又表示愿意援助乌克兰 让乌克兰可以打持久战 其次美国多次对乌克兰军售 对乌克兰提供战术性与防御性武器 再者武器之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海报特种部队 近年来密集训练乌克兰军队 进行各种战术性演练 第四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各种情资 让乌克兰能够事先掌握俄军动向 第五美国率领盟国对俄罗斯发动制裁 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严重畅伤 最后就是美国率领盟国对俄罗斯发动外交战 而提出类似看法的 还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大卫辛格 他在报道中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 指出拜登政府希望在不引发核冲突的情况下 利用乌克兰将俄罗斯困在战争泥闹当中 而曾经登上时代杂志百大人物的 史丹佛大学历史学者佛格森更分析 拜登政府希望可以拉长乌克兰战争 重创俄罗斯 甚至推翻普丁 已向中国当局发出远离台湾的讯号 但佛格森也指出 拜登政府似乎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那就是乌克兰并不是阿富汗 战争不可能一打长达十年 顶多是十个礼拜 假如战争提早结束 那么就无法让俄罗斯元气大伤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东南亚国家印尼因为物价高涨 再加上传出了总统佐克威 打算要修宪来延长任期 导致约有两千名的印尼大学生 齐聚印尼国会前来示威 由于行动激烈 还遭到警方以催泪瓦斯 跟强力水柱驱散 场面非常混乱 警方发射催泪弹 现场烟雾弥漫 民众四处逃窜 还有人瘫倒在地 约两千名印尼大学生 在国会前聚集示威 遭到警方出动催泪瓦斯 和强力水柱镇压 而示威原因是近来印尼民生用品 特别是使用油的价格高涨 加上总统佐克威 可能延长任期的传言不断 才会引爆民众强烈情绪 根据印尼宪法 总统的任期是一任五年 可以竞选连任一次 一共十年 佐克威在2014年首度当选总统 2019年成功连任 因此依法不能再选 佐克威的任期将在2024年期满 但近期不少印尼政坛重量级人物发声 支持延长他的任期 甚至有人提议修宪 或是延后大选 不少大学生认为 这些想法都危机宪法精神 因此在国会外抗议 批评总统贪恋权位 最近的民调显示 有超过七成印尼民众反对 让佐克威延长执政 而他对于政坛支持修宪 或推迟大选等说法 原先一直不愿发声表态 遭外界批评态度暧昧 终于在10号 要求政府官员 不要再讨论相关话题 避免引起舆论揣测 同时坚称 下届大选会如期在2024年2月举行 但仍有批评者不买账 痛批佐克威的驳斥已经太迟了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巴基斯坦政坛变天 现在外界都在观察 能不能翻转常年贪腐的情况 不过新上任的总统夏利夫 同样是劣机斑斑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在11号 选出新任总理夏利夫 再度更替国内政权 夏利夫在就职演说时表示 会继续推动和中国的友好合作 强调没有人能夺走中巴两国的友谊 巴基斯坦政界贪腐严重 一年多前的夏利夫人还待在牢房里 因为洗钱的罪名被关押半年 如今当上国家总理也还在等待审判 他的就职可是惹毛了不少人民 这些上街抗议的民众 要政府把前任总理还回来 因为前总理伊姆兰汉 就是遭议会不信任案投票 被迫拱手让出国家大位 沦为八国史上第一个被罢免下台的总理 伊姆兰汉声称他的罢免是美国政府 和国内反对党联手的阴谋 因为他在任内亲中又亲俄 引起了白宫的不满 不过伊姆兰汉执政的过去三年多 反贪腐改革计划始终停滞不前 国内通膨也在二位数高居不下 有分析认为他是因此失去了军方支持 才会垮台 而巴基斯坦从1947年独立以来 从没有任何一任总理能够完整 做完五年的任期 还有不少历任总理是被暗杀或处决 这次由夏利夫接替执政 各界都在观察巴基斯坦的未来会如何发展 欢迎新闻留情文综合报道 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犯下屠杀暴行 引来国际踏伐 而战争造成缺水缺电 也导致超过100万名乌克兰孩童 面临吃不饱的危机 甚至还传出俄军性侵当地妇女的离谱行径 联合国妇女署是大力谴责 并呼吁安理会要着手调查 但外界也预料 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恐怕会投下不同意票来加以阻挡 满地都是来不及埋葬的乌克兰百姓遗体 俄军在不察犯下屠杀百姓的暴行 震惊国际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 俄军在四处留下地雷 甚至可能部署化学武器 乌克兰严肃以对 对此德国荷兰和瑞典都表示 将提供250万欧元给国际刑事法院 协助调查乌克兰境内可能的战争罪行 乌国境内甚至爆出多起俄军性侵乌克兰妇女的事件 引发国际社会踏伐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巴胡斯 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支持对乌克兰性暴力指控的调查 但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必须投下同意票 安理会才有可能通过此类支持调查的决议 恐怕会再度遭到恶国阻挠 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 在320万名还留在乌克兰家乡的儿童中 有超过100万面临粮食不足的风险 其中又以马利波和赫尔松等城市的情况更糟 那里的儿童和家人已经长达好几周 都没有自来水和医疗卫生服务 甚至连正常食物供应都相当困难 环宇新闻陈静综合报道 再来要聚焦 今年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执政的第10年 因此平壤正在举行围棋一周的庆祝活动 而且处处在吹捧金正恩的伟大 甚至称他为和平捍卫者 更有消息指出 北韩会趁这次的机会再度试射飞弹 炫耀军事力量 北韩在11号举办典礼 庆祝领导人金正恩接掌 执政朝鲜劳动党的10周年 当局公布了金正恩的新官方肖像 还发行了纪念邮票 将金正恩奉为不守的领导 大力宣扬他的成就 金正恩被身边幕僚吹捧成伟大杰出的和平捍卫者 还声称他让北韩发展成自立自强的繁荣国家 他从2011年底父亲金正日去世后开始掌权 当时被任命为北韩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到了2012年成为朝鲜劳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而金正恩最显著的作为莫过于长期致力发展国家核武飞弹 北韩在三月底还试射了新型洲际弹道飞弹 是2017年以来最大型的飞弹试射 当局还声称如果邻国南韩发动攻击 就会毫不犹豫使用核武回击 消息指出在这一次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中 北韩政府可能再度大秀飞弹演练 拿出最自豪的军事力量 既是炫耀更是威吓 欢迎新闻 刘青文 终合报道 东南亚大头条来关心 今年第一个侵袭菲律宾的台风梅基 在菲律宾引发了洪水和土石流 当地救灾部门就表示 有至少25人死亡超过13万人受灾 另外也有1.3万人需要前往紧急避难中心 由于梅基10号是以最大阵风 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姿态 登陆了菲律宾中部来特审 而中部和南部总共有10多个省份受灾 目前救灾任务还在持续进行中 而菲律宾气象局也表示 梅基的风力估计将会减弱为每小时45公里 预计在今天12号就会出海离开菲律宾 利用给您我们的观察 近年来欧美国家兴起华语热 台式华语刚好趁盛追击也加入这片战局 从去年开始陆续在欧美各地广设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统计到今年为止 美国即将开满35所 预计5年内欧美国家要达到百所 华语学习中心的目标 星期六上午9点 教室里却在上课 拉长耳朵听发音 翻起课本做笔记 七个成人学生 统统超级认真 美国人最在意的周末休息日 他们竟然愿意拿来学华语 到底是什么原因 韩颖安是美国空军军官 学华语三年 日常对话已经很流利 班吉利除了金法闭言的他们 也有不会说华语的台湾移民二代 就连是议员也来当学生 因为我们的社会 是主要是中国语言语言 我可以跟他们在社交的方式 认为他们在社交的方式 更能够认识 让我认为他们的文化和文化 这些课程又称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起自2020年由乔委会与教育部等 共同推动的台美教育倡议 华语文学习中心就是其中一环 从去年起开始开班授课的华语文中心 运用现有的乔校资源 再利用空档时间以及空教室 来向成人教授中文 截至去年为止 华语文中心在全美的数量已有15所 今年预计再增加20所使得全美的华语文中心 达到35所的数量 有比于传统乔校 针对18岁以下学生 华语文中心是锁定社会人士 正因为近年来华语热慢全球 此时的中国孔子学院却陆续在欧美各地退场 时机来得刚刚好 因为台湾华语正要抬头 希望在5年以内 在全球设置100所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虽然说是学习华语文 事实上也是把我们台湾的多元文化 传递给世界各国的主流人士 台湾华语文中心成立是有它的一个功效 那我觉得效果很不错 光是圣玛丽诺市 从孩童到全人 就有二十几个华语课程班 教授的也全是正体字 跟中国孔子学院系统很不一样 除了广设台湾华语文中心之外 也有台湾优华语计划 是派遣台湾的大学师资赴美教授华语 截至今年已经有41所美国大学参与合作 另外在洛杉矶也有社区大学学生 在寒暑假期间赴台担任英语助教 互动对象设定在台湾青少年 当孔子学校退场 台湾华语却加入战场 就盼这股全球华语热能将台湾推向世界新高度 欢迎收看特派记者陈丽婷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今天一口气是暴增了 551例本土个案 再创年度新高 随着个案持续增加 为了加速居家检疫 和居家隔离检疫检测 以及解隔速度 从今天开始 起码要进行的PCR筛检 都改为家用快筛 本土病例是551例 那今晚一路是112例 本土案例一举冲破5字头 再创今年单日新高记录 个案分布17县市 当中以新北162例最多 接着是台北115例 高雄61例 桃园53例 基隆37例 随着个案数飙升 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筛检做法 也有所调整 期满前的第10天PCR筛检 改为快筛检测 我们为了要加速居家隔离 跟居家检疫的一个检测的结果 加用快筛事实上 它的特异性高达99% 所以对于这个有传染力的一个个案 有高度的鉴别力 而且它可以自行操作 新台湾模式要强化民众自主防疫 不只用快筛取代PCR 未来社交距离APP 取代实联制的日子也不远了吗 我们接下来 希望能够去鼓励 并且扩大推广 社交距离APP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设定我们的推广目标 是能够安装1300万次 那这个大概是占总人口数的六成 餐厅 运动中心 然后演唱会 那这些有收票的地方 事实上都可以用这个 那至于说超商那边 因为其实时间很短 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它至少要两分钟以上 后疫情时代抗疫阵线在拉长 虽然防疫措施逐渐松绑 但是个人防疫依然不能松懈 欢迎新闻江伯委黄佩涵 台北报导 好 台湾本土案例再创今年新高 但这还不是高峰期 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坦言 4月底确诊病例一定会单日破千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也说了 未来的确有可能发生 我想以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 看起来4月底上千是几乎是一定会的 本土 本土 疫情持续升温 卫福部长陈时中上广播节目时透露 本土单日破千例不远了 下午记者会发言人庄仁祥也附和 千例或万例的这部分 那各个地方温局在这个检验 那还有一些基本的匡列 都还有在做这个类似的一个 希望能够减缓这个上升的速度 那所以它当然是有可能发生 Omicron传播速度快 因应大量接触者 快筛试剂也渐渐取代PCR 成为主要的裁剪工具 但台湾快筛试剂价格居高不下 再度引爆名愿 大概到300块 这样实在是相对来讲 我相信是贵了 我相信是贵了 那至少是200块以下了 有需要 现在有需要的才买 不需要 不需要 将来越来越多 价格越来越便宜 快筛的这个部分 目前事实上一直都在加紧进行 那 当然是有希望在 在月底之前 把这个价格再往下压 中央挂保证快筛会越来越便宜 围堵病毒和时间赛跑 陈时中点名北北基陶 目前风险较高 未来你比咒基隆 全民防疫爱新筛减模式 进行类普筛 所以我们现在是定定说 在高风险的区域 大概可以来向我们提计划 那每一次计划以20万计 然后下去做 那我们也特别也跟北北基陶 都分别的联系 昨天才我们才开始知道 说他们有兴趣 所以不会有一下子就知道 他们的发 那么当然都还在 在规划当中 本土多点爆发 现在就等快筛国家队赶紧就位 提供量多价地的快筛试剂 走出前藏的疫情黑数 欢迎将北黄佩涵 台北报道 好居家快筛试剂需求大幅暴增 实际走访几家药局 虽然都还买得到 但是一组平均都要300块钱左右 比起国外是贵上了好几倍 如果要自行筛检 一家四口做一次检查 就要破千元 民众说真的是不太亲民 加上一空药师立即捕获 疫情大爆发 让居家快筛试剂 顿时成为抢手货 但民众看到价钱时的反应却是 似乎看资讯是比国外贵 应该到100块左右吧 这样子 会太贵吗 现在还是 是很贵 从国外回台的民众 听到快筛价格也吓一跳 而实际走访其他药局 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仔细比较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快筛试剂品牌 一般药局都有卖的 像是国产福尔 韩志的瑞珍跟荷美斯 价格都落在300元上下 而连锁超商贩卖的 罗氏快筛试剂 一个要360元 福尔也贵了50元 但近期有促销 变成平均一个不到200块 美制的快得利 两入750元 最近也是打了约四五折 不过就算有打折优惠 价格都还是比国外贵上好几倍 我想这个会主要是跟因为每个国家 疫情状况跟快筛的实量有关 像去年的状况 国内都没有在使用 所以它这个量就需要的少 所以相对快筛的制造成本 跟它的成本相对是相对比较高的 虽然快筛试剂还没出现缺货情形 不过价格依然很贵 只能期待快筛国家队 让快筛试剂的价格更为清明 欢迎新闻 欢迎回到李定强台北采访报导 最新的学校停课标准也出炉了 教育部长潘文中公布 新方案从明天13号开始实施 将比过去更松绑 另外狂烈范围也放宽 只有汗确诊者同班的师生 才列为亲密接触者 但是也让校方跟家长批评 也放太宽了吧 跟指挥中心的讨论 应该是逐步的进到 现在这样的规划 能够兼顾到孩子收校权益 家长的照顾孩子的负担 还有让整个运作 可以更回归到日常生活 随着疫情演化 校园防御政策也要跟着进化 教育部拍板确定 放宽停课标准 也就是说过去的 这些范围太广了 而不是集中在 确诊者为核心的这些房子 截至11号最新统计 超过15县市 累计超过200多所学校停课 就怕影响学生受教权 两名师生确诊 全校停课的旧方案不用了 新版是高中值以下 包括幼儿园补习班 三分之一以上班级或校园 达10班以上 全校才跟进停课 大专校院则是以科系班组为区分 入语确诊者同班则 视为亲密接触者 停课10天 单和确诊者同宿舍 或同交通车算是接触者 则先停课1到3天 等疫调出炉 再决定后续 新方案4月13号上路 国高中他还是会有很多跨班的机会 所以很容易就会产生 这个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 对国小来讲 这个是有点太宽 而且孩子没有打疫苗 不管是在社团或课照的感染的部分 其实就有点 范围就有点大 要到三分之一的班级 他才停课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家长会有多焦虑跟恐慌 松保美意一下子放太宽 首当其冲的就会是国中以下5到11岁学生 毕竟他们连一剂疫苗都还没打 尤其公布隔天就要上路执行 也让校方家长都心惊胆战 黄运新闻李温玉 黄运竹台北报导 继总统府跟行政院 立法院也出现了立委确诊了 陈时中证实 立委料国动隔离期间应转押 不过因为是在隔离期 研判不会造成影响 除了立委之外 其实政府官员和明代 这些人平常的行程多 接触的人也多 明代更是每天忙着跑摊 也是高风险去 国会跟行政部门当中 有没有一个整个防疫的措施 就照着我们基本的防疫的原则来做就好 那立法院这边我们的建议 就是说一定要有防疫账 疫情烧进国会殿堂 立委们个个好紧张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 因为两名助理确诊被匡列隔离 11号晚见他PCR裁剪 应转央确诊了 实际来到国动委员立法院办公室 大门的地板已经看得出堆满的信件 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许久没有人员来这里走动 现在就连门口也是大门绳索 好消息是立委内部没有确诊者足迹 无需进行匡列作业 只要通知当事人 同时维持日常清销 但接下来如果有两名以上委员确诊 就要召开党团协商讨论开会方式 毕竟这也是立法院头一遭有委员确诊 这些人平日的行程多 接触的人也多 每天忙着跑滑式高风险租去 除了立委之外 总统府行政院也难逃疫情肆虐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盛容金 副秘书长何佩山也都在居家隔离 甚至12号行政院内部也开设筛检站 替内部员工裁剪 昨天所有的同仁都没有在发现有人确诊 行政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 我们会用比较严谨的态度 来维护相关需要的作业 国内疫情升温政坛也未能幸免 副院高层全面拉高防疫警戒 会训练张交保另外一遇台报道 疫情也烧尽了台北市府了 10楼的产业发展局一名员工确诊 市府接获通知之后 立刻是把10楼给软性封锁 里头的100多名员工也全面快筛 还好目前都是阴性 不过市长柯文哲的办公室就在11楼 和确诊者只有一楼之差 就怕共用电梯洗手间会有风险 台北市府上下现在是全面警戒 我们是先准备200机 但是大概100多位同志 直乡内满满快筛试剂 准备送进北市府10楼产发局 拿到试剂后人员立刻把门关上 气氛轨绝 因为疫情再度烧进台北市政府 产业发展局员工确诊 诸位警口罩面罩戴警警门口站岗 甚至传出该楼层已被软性封锁 公款东西在大概10点半就有接到产业局通知 就是在石楼那边有确诊 有同仁确诊 进行该区的同仁撤离 然后后面会做清销 清销完就是我们办公区会静置24小时 然后明天再开放 据了解证明确诊者驻新北3月底才到值 4月10号11号陆续出现发烧头痛症状快筛阳性 12号PCR阳性确诊 最后到班日是4月8号 已经隔离同职场16人 同楼层员工全面使用快筛检测 目前我们快筛有103人监视阴性 建议就是该楼层的人员不要做跨域 或者是跨楼层的一个移动 整个市府人心惶惶 因为台北市场客问者及副市长们的办公室 在11楼只离确诊者一层楼 就怕搭电梯或共用洗手间增加传染风险 10楼产业局同仁会经过的区域 或撤离的区域 所以我们整个不管是厕所还有茶水间还有电梯 我们都会做清销 病毒无孔不入 这回波及北市府软性封锁 只盼能堵住疫情 黄云熊 晏笔杰老品军台北报道 镜头再转回台湾 国军现在也不敢大意 根据统计 目前国军已经累计超过70人确诊 但是随着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教招有没有可能暂时喊咖呢 国防部说 目前战备训练都如常 防疫措施也会加盐 如果指挥中心下令停止集会活动 就会滚动式调整 肩负卫国中任的国军部队操演不断 但当前最大的敌人正是新冠疫情 因为目前国军已经累计超过70例确诊 外界也关心 教招还要不要继续练 尤其教招是短期集训 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若疫情升级有可能停止训练吗 如果疫情扩散警戒升级 那中央下令停止各类型的集会活动 那本部将会以最短的时间 召集相关单位完成评估 国防部强调要不要停 还是得依照中央防疫指引 只要停止集会活动 就会立刻滚动调整 而教招的防疫措施也一样严格 像是原本六到八人住一个帐篷 改成私人仪仗 训练也是全程戴口罩 到目前为止都依然维持没有松绑 国防部一直是以正向的态度 面对疫情的一个挑战 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 执行各项防疫作为 来维持战力的一个完整 4月1号针对密闭空间 特定人员强化筛减作业 本土疫情爆发 军队防疫不敢松懈 毕竟部队人多 活动空间又密集 疫情新火就能燎原 各级部队没有大意的本钱 华语新闻 欢迎回到李定强综合报道 连岸局势紧张 国防部也正式发布了 全民国防手册 提供民众各项紧急应变逃生的资讯 不过筹备了好久的手册 不但各县市的避难位置 跟防空洞资讯 要由地方政府来填补 而且目前也只提供网络下载 让民众担心 万一真的开战 没有网络又该怎么办 万一飞弹来袭 要躲到哪里 有人知道也有人不清楚 没关系 今天国防部不和理灾 历经一个月核定的 全民国防手册 全动署12号正式发布 主要像是紧急应变QR Code 空袭警报与防火避难 建物倒塌失火 停水停电等应变处置 还有医疗救援更生存知识 民生必须凭短圈等处理方式 总共11个架构 详细的避难位置 会由地方政府订定各自版本 而手册档案也同步放在国防部官网 提供民众下载使用 但目前只供网络下载 我觉得网络应该比较适合年轻人使用 资本的话 可能比较适合老一辈的人使用 觉得长辈应该资本比较好 可能透过离场或设计服务中心 让他们知道这样子 两岸情势紧绷 要让民众因应战时防卫 等了好久的全民防卫手册 有多少实用性 目前还是打上一个大问号 欢迎新闻会用于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现在谈到最火热的投资 最常听到的就是加密货币NFT 但是这些虚拟交易 也发生了很多诈骗骇客事件 日前天王周杰伦就在愚人节 当天说自己的NFT被盗了 损失加起来高达上千万元 港星余文乐也透露 自己的买家因为用手机拍下钱包密码 让骇客有机可乘 偷走了他的以太币 而这些损失可能都求偿无门 这个就是我当初买的NFT 港星余文乐封完NFT 更在拍卖专场上 卖出亚洲最高金额NFT 但虚拟交易 骇客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就连他的买家也被骗 余文乐IG分享 买家因为用手机拍下钱包密码 被骇客偷走以太币 呼吁大家密码用纸笔写下最安全 就连天王周杰伦也是被害人 贴上酷帘表情 愚人节当天 周董说好友黄丽晨送他的 无聊猿NFT被盗了 另外还有一枚突变猿NFT 两名Doodles NFT也被偷了 损失估计上千万 NFT爆红 艺人计陪惠也想踏入市场 没想到才透过通讯软体Discord 去寻找币圈资讯 就误将诈骗讯息 看成公告内容 花钱买下不存在的NFT欲哭无泪 而验证购买NFT的通讯平台Discord 也惊传被害 发出许多诈骗讯息 导致NFT市场最近乌云笼罩 想跟上潮流进入NFT世界 但资安问题层出不穷 得小心个资讯息外泄 才不会让投资血本无归 华文新闻宋俊益黄兵成台北报道 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 新兴投资工具NFT 受到不少投资人和艺术家的追捧 不过去中心化 让交易市场的自由度高 但是也导致争议越来越多 甚至出现骇客横行 损失却无处求偿的问题 台湾相关单位目前也是无法可管 理由是国际监管单位 目前还没有共事要如何介入 而如果政府介入管理又是否有效呢 投资民众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News Talk NFT的玩家 他都是在用交易所上面交易 但是交易所的部分 都有可能有存在资讯安全的漏洞 所以才有可能会被偷 所以一般来讲 我对于玩家的建议呢 肯定是他在交易所交易的时候 他要把NFT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 握在自己的手上 这样子呢 你的资产才会自己保有 并且钱包要把它保管好 可能用硬件钱包 或是用冷钱包来保存 是最好的 找律师的话 我觉得目前在市场上 或我们知道的话 其实相关董区块律师 其实并没有到很多 所以在名词叙述上的话 其实现在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B被偷了 或者是我们常常会有我们的专业术语 但是这件事情的文字叙述 在提供给就是检教机关等等来说 对他们来说 其实不会很理解到底我们现在被偷的东西是什么 你今天去报案 那人家警察可能也是想办法去找到这些犯案的人嘛 但是大部分网站都不会是台湾的 然后伺服器也不是台湾的 甚至可能那些这些犯案的人可能也不是台湾人 那即便是台湾人他可能也不在台湾 所以常常我们这种就是如果有就是被骗钱啊 然后或是操作不剩啊 说实在前是打水漂 资安应该是个人要处理 可能不是各国要处理 因为他毕竟是去中心化的 他不在政府的许可之下 他就可以去发行 所以就是个人要注意好自己的治安 政府可能没办法这样帮助到这个程度 比特币以太币的这种施要的话 一定是要把它备份好 然后备份也不能够只有备份一份 最好是两份以上 但通常备份越多次 它的外卸风险也是越高 所以要很知道这个备份要放在哪些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银行保险箱 或是自己的那个某个抽屉 或是某一本书夹在里面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平台是OpenSea交易所 对那这个交易所呢 它的交易量呢 是占全区块链虚拟货币的90% 在NFT的部分是这样子 所以呢它相对的安全性 跟它的多样性是蛮不错的 在台湾的话呢 除非是自己有人做NFT交易所 那当然在台湾落地的话 必须要服务台湾的现行的法规 如果没有法规它必须要重新再立法 那这趟流程呢 其实是蛮冗长的 那未来会遇到的难题一定是 你在台湾开的交易所 当然一定要磕税金 而且在台湾的交易所 一定会有叫做KYC实名验证 那这个其实是绝大多数NFT的玩家不乐见的 各国政府 当然都是看到这个税务上面 都会想要去尝试可以磕税 去中心化的这个体系 磕税它是有各种的难度的 所以如果往那个地方走的话 它应该是要在那个地方 政府进入到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 像现在有这个稻组织 如果大家把这个治理结构参与进来 政府跟这个像是民间机构一样 只是在区块链上的民间机构 它形成这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的话 上面的不管是税务或是监管 或是协助建设 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 目前你还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可能立法修法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先做的话 应该就是事前的宣导 就有点像是像凡喜前都会有蛮多的宣导 像是我们去ATM提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就是定期政府机关都会拍一些影片 所以我也觉得说政府机关 其实也可以适时拍一些相关的宣传影片 然后让我们这些民众有一些治安的观念 然后事前可以做一些防范 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瑜 真意是一桩接着一桩 上个月才因为在平日工人助损副市长黄珊珊 IP行政部中立 如今又被爆料利用特权替朋友 从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唯一的一间副健科单人病房 不过陈信瑜是发声明驳斥 更表示不排除对媒体提告 大声一点 对不起议员 三月底才因为被爆行政部中立 公然辅选副市长黄珊珊 北市劳动局长陈信瑜在议会道歉 没想到又被指控乔病床 对话记录可以看到 北市联合医院员工工作群组求救 说陈信瑜局长请托朋友 三月四号前必须住进院内 唯一一间的副健病房 员工不敢怠慢 事隔几天再提醒 这明天没住头会被切掉 看来相当害怕 个人觉得这也非常的不适当 毕竟不是你的夜馆 那当然你的朋友请托 可是你劳动局局长 何德何能可以去跟联医要求病床 那这不叫特权 什么叫特权 我觉得陈信瑜局长 你除了公开道歉以外 要么你就暂时休息一下吧 不使绿营自家议员看不下去 蓝营议员加码爆料 陈信瑜的特别费使用状况 也很有貓腻 我们在所知的过程当中 那发现劳动局竟然突然暂停 提供了他们特别费的细项资料 所以就是因为里面据说 那很多的同仁也有私下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问题 陈信瑜上任来争议不断 去年4月一名银行员工37天内结婚4次 只获准一次婚假 劳动局财罚银行2万元 遭副市长黄珊珊痛批是法将撤回财罚 今年2月陈信瑜利用平日邀公会代表参序 过程中却助选黄珊珊 IP行政部中立 接着又被议员爆料 两年内请假高达806小时 根本是是否请假王 看起来陈信瑜还是乐在其中 原因只有一个 柯文哲挺他 黄珊珊挺他 请你退出民主进步党吧 不要再伤害民主进步党的形象了 陈信瑜面对争议发声 民伯斥是乌龙爆料 乔病床是他处转来的服务案 请本局府会联络人协助 还指控这都是特定媒体辖院报复 将保留法律权利 不排除提告捍卫清白 但是爆料一桩接一桩 也让他成为北市府最争议人物 黄宇权 叶炳监料品居英台报答 台湾中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了 三月份亏损大约是50亿元 今天举办新任董作的布达典礼 由代理一年多的总经理李顺清正式接任 上任之后 减碳转型是首要之物 新董作也强调 亏损不会持续扩大 从经理部长王美华手中 接过交接应信 悬权一年多的中油董事长 有了确定人选 由年资超过40年的总经理李顺清 接下重担 请宣独是子 举起右手新科董事长 以及总经理方证人宣誓就职 不过摆在眼前的挑战 紧接而来 42年的学习跟抹念 成为中油公司董事长 依照优油 减碳 以及节能的三个策略 逐步迈向转型的发展 除了三间工程还有能源转型 以及2050净零碳牌 但最重要的还是稳定油气价格 毕竟恶物开展 纽约天然气勤握价格 11日收盘价来到6.62美元 刷新13年的新进入 统装瓦斯的部分 确实我们让这些的 小商家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物价 到6月底这样子来动涨 外界也很关心中油的营运状况 为了稳定物价 油价也跟着动涨 但中油今年12月累计亏损256亿元 加上去年额度 所以算负债接近600亿 3月份的亏损是49.8亿 没有到50亿所以还没有到资本的一半 不然特已经跌破百元了嘛 没那么悲观 李顺青挂保证 除了要稳定油漆价格 更不能让自家企业破产 应有尽有 经济部长王美华也透露 已经派专家团到立陶宛交流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立陶宛商品展示中心 走进展示中心 立刻被眼前黄绿红图样 抓住目光 这里是立陶宛商品中心 包装来讲的话是特别为了纪念 台力之间的情依 现在销量都有上千品了 台力关系升温 我国不止以台湾名义设立管处 巩固外交情谊 经贸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冒险特地布置立陶宛展示中心 从吃的焦型巧克力 再到喝的特色饮品 用的琥珀制品石木地板 能运用在半导体产业的雷射设备 扩大两国之间的经贸交流 22个品牌有200项的产品 今年1到3月 我们从立陶宛进口的项目 金额就高达1000多万美金 贴上立陶宛标签 立刻被新台币撒架 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 看看2021年双边贸易额 达到1亿7400万美元 比前年成长大约20% 国发会确实有一个 2亿美金的投资基金 专家团到立陶宛去 跟他们做非常深度的交流跟访问 经济部派出专家团到立陶宛取经 也希望未来台立经贸关系 能如同巧克力般浓得划不开 怀运新闻客观 陈陈明珍 台北采访报导 这波本土疫情升温之后 主力接团客的餐厅业者 影响也很大 台南有多家业者就大叹 说业绩掉了两成 甚至最惨的是砍半 嘉义的孟瑶基业者也说 旺季都变成了淡季 部分业者已经自行拉高防疫规格 希望可以让民众安心 维持业绩 蟹膏饱满的红旬 配上香喷喷的油饭 台南美食守不了红旬米糕 但现在店内却好冷清 当然运气那么严重 当然在吃东西方面 会比较慎重一点 最近会想说会去定家 应该是不会 就是会走向一般小吃 人草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外面吃得比较多 在家里吃得比较多 这样就没关系 到餐厅不内用改外带 这波本土疫情急速升温 连团客都不上门了 4月5号 4月6号 就是清明年假 后面开始有疫情 开始爆发的时候 就比较明显有 不然旅行社或是小型的团体 就是主动来询募或是要取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明显的感受 台南阿霞饭店 业绩掉了4到5成 周氏虾卷也少了2成 拭目于民店的七海鱼杜 老板也说称得很辛苦 业绩还会再掉2成 还有嘉义中浦 莫瑶姬餐厅也已经有2成团客推定 如果平放有一半就不错 当然如果像在之前的话 一般来说目前都是 居住后面是全慢的状态 团客不来 生意难有起色 现在餐厅业者也只能强化防疫规格 希望散客都能安心外食 回归到去年5月之后的 员工的要求 就是戴手套戴口罩 然后戴眼罩之类的或面罩 然后消毒同仁都至少去打了三剂 针对了母亲节及实验呢 特别推出了一个外带料理的服务 其实内用的话也许会因为疫情 稍微下降了大概1 2成左右的一个定期率 那可是其实外带部分 反而会增加了3 4成以上 不希望回到去年5月 严格管制禁止内用的状况 虽然短期冲击免不了 但疫情走向情政化 餐饮业者也呼吁该开放还是要开放 摸着十字过河才能生存下去 环玉新闻组合报道 另外中端供应回稳的鸡蛋也变贵了 而鸭蛋也不便宜 美台经已经涨破了40元大关 接下来越接近端午节 需求量就会越高 价格只怕会持续走高 打开粽叶肉粽香扑鼻 但里头这香菇蛋黄肉片馅料 通通变贵了 除了蛋涨价外 就是可能运输费它也还在里面 所以它说一定要涨 之前卖60元 现在卖65元 上游成本涨了 小摊商也撑不住 光是近期蛋价波动压力就很大 去年底鸡蛋美台经44元 现在已经涨到48元 就连鸭蛋也贵翻天 同一个时间点 美台经也从38元涨到43元 鸡蛋就真的有差了 鸡蛋差太多了 以前一斤买好像20块30块 现在一斤买到40 50的 我觉得前的1000块 跟之前的1000块比起来的话 差不多剩一半左右吧 只要鸭蛋做的都全部涨价 鲜蛋皮蛋鲜蛋黄都涨五角 之前才卖7块 现在卖8块 之前就涨了 下礼拜又要变8块半 接下来一个多月后 就是端午节 鸭蛋用量需求只会更高 也牵动价格水涨船高 蛋鸭的成本 又比蛋期的成本 又多了六分之一 因为又遇到节庆日 就是我们的端午节 后面后续就是中秋节的节庆 都是鸭蛋的比较大的季节 而且我们的成本已经压抑的很久 也不断的那个飼料成本高涨 已经附和不了 物价回不去已经是缺失 消费者荷包缩水速度 接下来也会越来越快 欢迎新闻红市场 吴明夜刘佩婷 台中报道 台湾人很喜欢喝手摇饮 一年就可以卖出 10亿杯的手摇饮料 但是饮料里头 却是暗藏健康危机 因为手摇饮当中的甜味来源 大多是高果糖 玉米糖浆 医生就说了 这会让大肠癌的肿瘤细胞 增生三倍以上 增加理癌风险 一入口Q糖黑糖珍珠 加上香醇奶茶 让人停不下来 手摇饮有够夯 台湾人平均一年 就喝掉超过10亿杯 但天天来一杯 身体健康恐怕亮红灯 比如说一杯700cc的 它可能就有 有可能有高达70克的糖 基本上我们一天 建议是50公克以下 那其实在 在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还建议的 更低大概在25克以下 精致糖对身体是比较不好的 比如说像是果糖 浙糖 高果糖糖浆 这是比较不建议摄取的部分 问题就出在糖身上 手摇饮料 大多添加高果糖 玉米糖浆 偏偏就是这股 甜滋滋的口味 医界认为 暗藏致癌危机 会让大肠的肿瘤细胞 增生超过三倍以上 不外乎 最最最重要的 应该就是那个 目前生活的饮食控制 高糖 高热量 高油炸之类的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 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那其实饮食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不要过量 糖分 油炸 这些都是要节制 根据统计 罹患大肠癌病患 有80% 通通来自高油脂饮食 低纤维摄取 缺乏规律运动 导致肥胖 以及吸烟等 生活习惯有关 至于剩下的20% 则跟遗传基因有关 发现大肠癌 通常是 如果是右侧大肠的话 通常都是莫名的贫血 如果去健康检查 发现它血红素比较低 那再去找血红素 低的原因 那它有可能是 右侧大肠的肿瘤 那如果相对左侧大肠的肿瘤的话 它就是比较以症状为表现 就是它可能排便的时候 不时会带一些血便 大肠直肠癌已经残联14年 国内十大癌症人数之冠 每年就有1.7万人 罹患大肠癌 远离危险因子 良好生活形态 均衡饮食 定期筛减 才能避免健康 拉警报 欢迎新闻 陈明燕刘佩婷 桃圆报导